吃飯囉 好 我們先看看 今天義式肉丸子的示範 要它好吃 還有哪些關鍵 讓觀眾一直知道 好不好 我們沒在看薄的 我告訴你 直接把他記起來 都是重點 對 我覺得台語講得很好 你剛剛說什麼 你剛剛那個練練很快 真的好棒喔 來 請看示範 好 我們最重要的先做醬汁 醬汁 對 其實國外的醬汁需要先微煮 再去煮東西的 對 才有味道那個味道 像一般你們吃的那種 番茄醬汁就是 義大利的那種 番茄海鮮義大利麵 或什麼樣的義大利麵 只要是番茄醬汁 它的醬汁會先熬煮 會先煮過之後再來做 這邊洋蔥下來 九層塔 蒜 把它給炒香 好 這時候白酒先下 好 然後留一點最後再下 幹嘛呢 它會帶一點點酒香味 因為前面的話會揮發掉 它只帶一點酸味 會讓番茄的甜味再釋放出來一些 酒入菜大概自古以來都有 對 酒入菜 對 下這麼多啊 對 我們剛剛有下這麼多 你怎麼全部都忘光了 因為我在弄飯弄丸子 假的 等一下 番茄這邊 這樣一下 跟我們順序完全不一樣 不太一樣 我們先處理丸子 對 然後才開始用湯 他剛剛說要先熬湯啊 把他剁更碎 洋蔥要再更新一點 所以要拌在肉裡面 對 其實你在吃漢堡的時候 或者是像其實這個的話 就有點像我們那個 一大便肉醬麵變成丸子 但是你現在吃漢堡的時候 你應該很少有咬到過蔬菜的感覺 很少 口感 幾乎沒有 因為它都切成很細碎 只有水分 但不會有那個蔬菜 對 它都是讓它帶有些水分而已 你大概可能看過胡蘿蔔丁 很細的胡蘿蔔丁 沒錯 蘑菇丁 很細的蘑菇丁 都很細 都很細 所以你也會炒過 對 稍微炒過一下 讓它的香氣出來 有 這個祖熊也有做 對 我自己在肉肉排的時候 就習慣這樣子 他平常有鑄菜的習慣 所以他剛鑄菜的概念很好 跟順序 OK啦 祖熊他有存在的必要 好 謝謝 存在的必要 有沒有存在的必要 你怎麼講 你怎麼不以為意 他這樣講話 他在影射 影射 影射不應該存在 這邊蛋大概半顆就可以 而且是全蛋 全蛋 我們剛剛放全蛋 對 然後我們這邊牛奶 先跟麵包粉混合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如果說你下去的時候 它 上面有調理機 它是要現在用手工步驟 用手的 你這樣的話有可能 它的水分沒有吃到的時候 它反而會沒有辦法均勻 對 沒辦法均勻 怕下去有時候會變 吸到那個肉汁就最快 這邊一塊 那一塊這樣 洋蔥稍微變色就好了 對 變了 但這個洋蔥量比我們剛剛想的 少很多 我們用了多很多 我們用了飯碗 我們用兩碗 我們用碗 因為想說意識嘛 就脫離不了洋蔥 一定有 對 洋蔥也很大 你想說不要浪費 多跟少其實也有差別 你如果裡面洋蔥多一點 你吃起來的那個湯汁會多一點 甜度也會多一點 對 可是有時候變成會影響 那個肉質的口感 有時候太多就軟趴趴的 或什麼會淘汰 對 我這邊加點蒜進來 我剛剛的鹽沒有加很多 要加起司粉進來 這個兩邊都沒加 可是你要加到起司 對 好 吃 因為剛剛那個 我們那個... 他就沒有說要加 他沒說要加 加起司粉主要就是讓你的肉質 裡面的香氣更足一點 對 大家都以為加在外面 其實對 通常以為是在醬汁裡面 它的那個奶香氣 對 所以你今天決定 你的肉丸子是不打的 手揉的 就會稍微摔一下 對 像這樣 所以是手捏的 對 把它的筋性摔出來 對 要摔多久 其實讓它的表面可以完全的光滑 對 光滑就可以了 對 然後這時候把這個加進來 對 它就是黏性 剛剛有那個黏性出來就可以了 對 我牛奶好像這樣開始 其實你看西式的 它就是用麵包粉 去讓它增加黏性 對 中式的就太白粉 地瓜粉這些去增加黏性 就完全不一樣 調味其實調的並不太濃 不會太濃… 因為它還有醬汁的輔助 就裹它的丸子 對 其實這樣揉一揉捏捏 肉的質感是吃得比較具體的 沒錯 乾乾的 它也要好成型 感覺會很有彈性 那個肉 所以不用再 二位裹什麼麵粉下去炸 不用…好 拉高 要不然拉高到底 要… 因為慢慢的越來越多顆 不過我們的剛剛很黏 你們的剛剛很黏 應該水分含量 牛奶 對 水分含量比較高 牛奶的量 我們也是 你們剛剛也有加麵包粉不是嗎 也有加 你們是分開加對不對 但因為我們的牛奶全下 你才加一半而已 對 牛奶 你們全下 我的天啊 不能全下 那個… 這個… 我們要小心了 這個… 什麼… 我們就走… 如果沒有用調理機打的話 就直接這樣捏了 然後搓湯 你這樣搓一搓就對了 對… 其實這樣也沒有不好 這樣也很好玩 這很好玩的那樣子 就是手法不太一樣 我覺得中西式的手法不太一樣 對啊 對 我們剛剛那個很帥 把肉泥這樣 就這樣 就變貢丸 帥 帥才 其實那個會比較 有點像貢丸那樣 對 可是貢丸它是用拍打的 它的那個Q度會一直產生出來 所以它會有那種彈性在 所以為什麼叫 用敲的原因 那調理機是把它全部打成細狀 你後面你還要 把它那個Q度再把它抓回來 這就需要一點功夫 對 有難度 所以也怕擔心你們吃起來 太貴細緻 對啊 好 差不多 那你用完耶 做幾顆啊 十多顆 也是十來顆吧 十來顆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大概十顆左右 陳哥那邊好像也 我們也差不多做 用完啊 你們用完 我們應該有十顆啦 我們也有十顆 我們有十顆 我們要十顆 沒關係啊 我覺得這個 他沒有做那麼多顆啦 我們就想說 剛剛好想帶回家做漢堡 對 外帶回家 你們需要這麼節省嗎 帶回家去做漢堡 他想帶回家做漢堡 我想 在我外做一頓晚餐給他吃 醬汁這樣就可以了嗎 醬汁我們要再打過 結果是醬汁要打過 醬汁 什麼時候才會融合在一起 對 打的不是 打的是這個高湯 融合 你知道融合那邊的 融合那邊的 生蠔跟紅酒都不錯 融合 對 融合 這樣子是誰 對耶 這樣吃起來才不會有 是醬糕的 對 我們不知道啊 所以在... 我們那個 那個都沒講 對 誰啊 誰啊 那個水 做法不一樣啊 他是客室 所以打完之後他的蔬菜 他是苗栗 他是新竹式的 他是竹東的那種 所以要打過做貢丸 他做的是義大利東部 他做的是竹北新竹東部的 所以醬汁一定要先煮 要不然你的甜味煮不出來 對 如果說你說 這樣我們就不一樣了 對 你說後久的話 光這邊就有差異了 那我想問問 為什麼不是放紅酒 可以放紅酒嗎 那要是紅酒燉肉 如果是牛肉 其實是可以放紅酒 我覺得可以 我覺得可以 可是我們今天都選白酒對不對 不過白酒對於蔬菜來講 比較不會去搶掉它的味道 白酒比較甜一點吧 是不是 對 然後這個時候 再把香料加進來 沾麵包粉絲 對 麵包 麵包 整株加進來就好了 這有一點像那個 IKEA的 蘿蔔醬汁的感覺 對 二粒鋼葉 所以這個就不用放葉不葉 不是 不適合 超不適合 我剛剛聞起來那個葉子沒什麼味道 淡淡的 它算是比薩草 如果說你今天做番茄醬汁 一定會加這個香料 叫做二粒鋼 所以做披薩的時候 都是吃這個番茄醬汁 沒錯 所以這個醬汁切起來 其實打好之後 你也可以以後 做披薩可以用 下伊拉利麵 對啊 直接 下伊拉利麵也可以 黑胡椒粉 調味一下 現在這丸子給它的溫度 大概160度 170度的油溫 對 一路讓它自己煮是不是 沒錯 然後再來就是 大家應該想要知道就是 這個丸子是在裡面 把它炸到全部熟 再去放去放養下 還是要放到這個湯汁裡面去煨 還是要就是炸定型就好了 然後放到湯汁裡面去煨 那就是7、8分熟 對... 那就是7、8分熟 7、8分熟 所以在裡面不用煨很久嗎 其實大概要10到15分鐘 這樣久 對... 有這樣久 不用很久 10到15分鐘還好 我家鄉的槍 它一失控都什麼槍都跑出來 它整個都往槍走擺 我快了 明年會有娘娘的槍跑出來 什麼槍都會 中年轉型很辛苦耶 中年轉型很辛苦 我現在在想 我現在在掙扎要不要轉型 這很重要 真的好像喔 然後這邊的話就是 在肉裡面 如果說你要加 香蕉 就是香蕉莉紅椒粉的話 可能就最好是用煎的或是烤的 為什麼 因為你的溫度用炸的話 它顏色上色會很深 對 看起來像膠的那樣 對 會比較暗沉 會像膠掉的感覺 這時候把它放進來 這就是手工捏 做出來的像這樣 紋理跟質感不同 那我們就讓它燉煮一下 然後最後再加上一些 一些起司粉 我可 對 這樣子 然後我們等無食物試飯完 它就可以吃了 好不好 好的 將近十分鐘的時間 謝謝 謝謝 來 好香 有肉的口感 香 吃得出來是 用紳士口下去 把醬汁拿去打 我覺得很小 很好 而且這樣真的有那個 瑞典肉丸的感覺 對 比較彈性 太不妨色 太不妨色 Imma裡面 8